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赫拉曼马拉石地区 2月6号凌晨突然发生强烈地震 截至2月10号为止 已经导致两国高达2万多人死亡 教宗方基克在寄给圣座驻土耳其大使 索尔卿斯基总主教 以及驻叙利亚大使泽纳里书记的宴殿中 因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的伤亡者 教宗表示深感悲痛 他保证在精神上关怀所有受打击的人 并将亡者托付给全能天主的慈爱 向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哭的人表示哀悼 教宗也念其参与搜救的紧急救援人员 愿天主给他们力量 坚忍不拔的照顾伤者 努力投入当前的救援工作 圣座驻叙利亚大使泽纳里书记表示 他期盼能有一丝善良的人情味 正值灾后救援之际 不幸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泽纳里书记希望大家能放下冲突和敌意 援助可怜的百姓 这一次的土耳其大地震虽然毁了许多教堂 不过在土耳其哈塔伊省的主教座堂 建筑结构几乎全毁 圣母像却丝毫无损 我们祈求圣母转导 即刻救援正在瓦力堆里的难民 此时为了救援土耳其大地震 台湾民爱会也发出呼吁 请慷慨解囊 帮助叙利亚和土耳其 受到地震影响的人们 捐款支持叙利亚民爱 和土耳其民爱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